避免影响睡眠 要几点前结束慢跑 在几点前慢跑完 才不会影响到睡眠平值 我答案谁 其实我们就是说睡觉前 要让我们的交感成绩比较休息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 睡前除了就是可能要 反映后代要做激烈运动之外 请他激烈运动不要做 为什么不反映后代 就乖乖睡觉就好 睡觉就好 那我们就躲睡觉 晚间六点 京都念慈安全明星攻略